为了更加高效快速的屠杀犹太人 号称犹太终结者的海德里希 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万胡会议 和15名有着博士学历的德国精英 一同制定了屠杀犹太人的详细进化 600万犹太人因此死无葬身之地 差点将犹太人从世界上抹去 1942年1月20日 在德军最高元帅戈林的指示下 海德里希邀请了各部门的最高领导人 前往柏林参加会议 所有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做到了一起 海德里希右边的是党卫军内部人员 左边则是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 坐在最后的则是军区代表 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 全部都受过高等教育 很快会议开始 海德里希之笨主题 阐述为什么要解决犹太人 犹太人对于德国来说是外来民族 但他们却掌握了德国的经济和教育 对德国民众百般压榨 一战爆发之后 德军前线的士兵吃不饱肚子 普通民众只能吃一些臭水沟里的黑面包 但犹太人的日子却过得卢饼滋润 他们控制银行发行货币导致马克贬值 德军最终因为军费短缺导致惨败 战后面临巨额的赔款 但此时犹太人却哄财物价 大发国难财 一直到希特勒当上帝国元首 还下令必须不择首论 杀干净所有的犹太人 这也是本次会议召开的目的 让犹太人这个种族从世界上消失 彻底斩草出根 让整个欧洲大陆得到净化 而净化的意思就是屠杀或者驱逐 战争爆发之前 德国已经转移出去57万人 让这些犹太人去祸害别的国家 战争爆发之后除了中国 就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受他们 况且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送出去就是在给敌人补充兵力 所以只能在集中营执行特别处理 海德里希说完之后 内政部长率先提出第一个问题 柏林本土的犹太人大都沾亲代骨 直接处理肯定会导致民众恐慌 司法部长这时也表示 有部分65岁以上的德国犹太人 为德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并且因此立功负伤 甚至在德国担任官员 这些犹太人是否要特殊处理 波兰的副总督也表示 自己辖区的犹太人越来越多 粮食根本不够吃 处理起来十分麻烦 等所有人将问题反馈完之后 海德里希当即表示 这次会议会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需要各部门的配合 15名德国军官 直接决定了1100万犹太人的生死 在臭名昭著的望湖会议上 这群德国军官只用了70分钟 就制定出了 屠杀犹太人的详细计划 并且成功让600万犹太人 命丧皇权 在制定计划的时候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如何快速地区分犹太人 因为在德国有一部分混血民众 他们有着1分的犹太血毒 这一部分人是否要直接清理 以此来保持德意志优秀血毒 这个问题一下难住了所有人 但很快内政部长就想出一个办法 强制绝育 因为在被送往集中营和绝育面前 这些犹太混血肯定会选择绝育 这样就能形成有效的种族进化 长远杜绝联姻带来的基因食污染 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海德里希却认为化学阉割太麻烦 德国的犹太混血只有不到6万人 直接击毙才是最省事的 但这个提议遭到司法部的反对 按照法律规定 混血并不在政府的清洗名单里 但海德里希却告诉所有人 这场会议召开的目的 就是将整个欧洲1100万犹太人 系统性地装上火车 运送到东部地区统一处理 此话一出 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要知道德国一共才6000万人 这相当于直接抹去了一个民族 这是柏林政府代表提出一个问题 如何有效快速地屠杀这1100万犹太人 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 盖世太保一小时大概可以枪决1000人 按这样的速度计算 德军需要昼夜不停地工作488天 才能将这1100万犹太人杀完 而且这对于子弹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执行任务的德军士兵 也会因为不停地执行枪决 而产生长期心理问题 这样屠杀犹太人费事又费意 这是艾希曼提出的一个办法 可以使用新型的化学毒气情化 来清理犹太人 火车将犹太人运到集中营之后 下车先进行分类 有劳动能力的留下一部分 没有劳动力的老弱妇孺 直接赶进毒气室 士兵远程操作毒气法开关 在无需目睹的情况下即完成任务 整个任务将分工化流程化模块化 让每个岗位都易于操作与执行 士兵也不会因为有同情心 而引发心理问题 这样一来只需短短半年 就能快速解决所有犹太人 15名德国军官疯狂地拍打着桌子 这是他们表示同意的方式 为了更加快速地屠杀掉1100万犹太人 艾希曼提出使用毒气情化氢 这样既可以节省子能 而且杀一个人的成本不到一马克 一个面包的价格就能杀死50万犹太人 但一旁的外交部长却提出了质疑 1100万犹太人散布在欧洲购物 现有的集中营数量根本不够 而且集中这么多犹太人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时工程部长表示 他们早已经研发出毒气卡车 可以四处移动去解决犹太人 一次可以处理60个犹太人 只要造出20万辆毒气卡车 再加上大大小小的集中营 半年时间就能灭绝所有的犹太人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问题 那就是1100万犹太人的尸体如何处理 这时海德里希表示 只需要建造多个焚烧炉 焚烧尸体的工作就交给犹太劳工 烧成的骨灰可以做成肥料重点 流出的油也可以做成肥皂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说完在场的所有高官政要 疯狂拍打桌子表示同意 这时艾希曼又提出 为了让这些犹太人交出财产 所有犹太人在前往集中营的时候 都必须先到警局登记 交出自己在德国的房产 签署自愿放弃财产证物 走的时候只能携带一些衣物 现今最多带50马克 这1100万犹太人的财产 刚好用来制造毒气卡车 还有大型的集中营 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短短70分钟的会议上 党卫军就争取到了 所有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同意 虽然会议过程充满了论证博弈 变通于妥协 但主动权还是牢牢掌控在党卫军一方 最终也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但让人感到唏嘘的是 正是因为会议取得了成功 才加速推动了屠杀进场 超过600万犹太人因此丧命 整部电影没有出现一具尸体和一声枪响 更多是细皮笑点的欢笑声 以及让人不寒而栗的敲桌子的声音 他们在讨论灭绝犹太人的时候 就像在讨论今天晚饭吃什么一样轻松 只能说能力卓越的人做起恶来 往往更加害人听闻